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话语的恩典和大能里面 祝福你 因为神的话得着智慧 因为有从神来的智慧 你今天一整天在你的办公室里面 在你所面对的很多难题上面 可以迎刃而解 不是我们这些基督徒特别优秀 特别聪明 特别能感 我们当然应该认认真真地去面对每天的工作 但是其实我相信在职场上一段时间 你会越来越发现 靠着神的恩典我才能够过关 很多的时候真的不是自己的努力 而是神的恩典 就是神很清楚的那个恩典 摆在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然后你就会越来越懂得 为什么耶稣说 离了他我们什么也不能做 你需要神 你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 这几天和你分享到说 戴伊礼 戴伊礼在他的工作岗位上面 我好喜欢圣经里面讲的一段话 他说戴伊礼这个人很显然的 很显然的他超乎其他的那些他的同侪 他的表现非常明显的 不是偶有佳作 不 是总有佳作 很明显的他就是比别人 他就是比别人有智慧 为什么呢 因为他敬畏神 你回头看戴伊礼这个人是不是这样 当别人都很害怕的时候 他照样每一天跪在那里祷告 他每一天做该做的事 他顺服神属灵的原则 不该做的他就不做 不该吃的他不吃 不该拿的他不拿 谢谢主 因为他敬畏神 所以他得着智慧 所以他有一个不一样的表现 我求主神 我真的好喜欢那几个字说 圣经上说他显然超过 显然超过他的同侪 他的表现就是特优 为什么特优 谢谢主 因为智慧 我很喜欢读圣经 每天的恩典36都跟你分享 一段我从圣经里面 短短的一点点零售 我相信圣经的丰富 远远超过我所能够讲的 圣经太丰富了 真的不要每天只是恩典36 我鼓励你认真的读神的话 鼓励你顺服神的话 鼓励你敬畏这位独一的真神 当你敬畏他的时候 你所得到的智慧 使你与人不同 祝福你 我认识一位非常好的人 非常在我所在的这一块土地上面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位企业家 我尊敬他 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他得过很多世界上的大奖 他是经营者 但是他得过全球的百大 很优秀 非常非常优秀 台湾很小 但是在这么小的一块土地上 真的有很多很优秀的 很认真的 这些在工作上有好的表现的人 中间有不少是基督徒 因为他们靠着神的智慧 这位弟兄他告诉我 他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 他说他每一天早上 一定先联休 花足够的时间 花半个钟 花一个钟钟 联休 然后才出门 跟他同样站在那个阶层的一些企业 每个人都忙得不得了 大家都是 有的人都八十岁了 还早上六点多起床 五点多起床 七点钟不到就到办公室 一整天忙到 哇 很多人说 好羡慕他的成就 一点都不羡慕他的生活 活到八十岁还要这么辛苦 但是 在那个你要能够达到那样子的一个结果 你就需要这样的耕耘啊 这一位弟兄也是 他是非常认真的工作的 可是他就是做了一个决定 再忙也要先读圣经 先清净神 先灵修 有人说 再忙也要吃早点 如果不吃早餐会老人失智 再忙也要 他是再忙也要清净神 他一定花足够的时间 灵修清净 我问他 为什么呢 别人都是分秒必争 你可能稍微晚一个钟头进公司 你可能就会失去了很多好的机会 他说我从来不知道 但是在他那个阶层的人 每个人都是早到啊 他说我宁可比别人晚一个小时 然而我一定先读圣经 他说因为我需要的还不是抢时间 我需要的是智慧 我可以花很多个小时在那里开会 但是如果我得到从神来的智慧 我可以经历事半功倍 也许我比别人少了一个小时 别人比我更早 我七点钟去 别人六点钟去 我八点钟去 别人七点钟就去 他比我更多了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可以做多少事 但是当我敬畏神 我省了多少浪费走的路啊 免了多少在那里笨笨的 在那里开会 一直在错误的这些评估上面 他说敬畏神一点都不吃亏 你得着的智慧 使你赚来更多的时间 上帝祝福你 敬畏神得着属天的智慧 祝你同在